有没有口渴了 反应一下好不好 会不会渴你们 我们有三星人士送我们矿泉水 在服务台那边 如果你们会渴的话 要喝一点水 因为我们等一下又要继续喊了 所以如果你们会渴 可以到服务台那边拿水 免费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件很可爱的事情 首先大家 看我 大家清一下喉咙 来清一下你们的老痰 好了吗 等一下我念一句 大家跟着我一起念 好不好 好不好 谢谢 守护东北安 守护三元安 违法官邻 立即上位 守护东北安 守护三元安 守护三元安 违法官邻 立即建设 守护东北安 守护三元安 违法官邻 立即建设 立即建设 好棒 给拍手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荒野保护协会台东分会 林一龙先生为我们上台说几句话 我申请努力 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一下 大会报告一下 黑色的手机 还有大会报告 大会报告 如果你们发现你们周遭有手机 一只黑色的手机 请你们拿到服务台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移植了他的手机 还有在这边跟大家呼吁一下 我们来抗议 但是我们都是非常知道环保的人员 在你们的周遭都有设置一些垃圾 桶 所以你们如果手上有垃圾 需要丢垃圾的 请注意一下你们周遭都有垃圾桶 请大家不要乱丢垃圾 保护我们的地球 现在我们欢迎林一龙先生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大家好 我叫林一龙 然后我是代表 欢迎保护协会 台东分会的所有伙伴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 对不起啊 我也没有写稿子 所以我可能会讲得很烂 然后可能大家都给点鼓励 我住在鹿野 然后住了七年多 我的家买在这里 我土地在这里 我更做了两甲的土地 然后我的小孩在这边从大班开始 一直到现在国一 另外一个从小学四年级 到了高二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的鼓孩 从台北移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这样子反对 美丽湾 他们说 我不是台东人 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 好合理 方言伙伴 在台东分会 从刚开始 我来的时候 大概四年多前 有二十几个人 然后到现在 有将近三百个人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老师 有公务员 然后有做生意的 还有像我这样的农夫 然后我们都住在这里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 有很多人在这边长大 有很多人是在几年前 十几年前 或二十几年前 移民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反对 美丽湾 可是他们说 我们不是台东人 对吗 对 我们荒野的孩子里面 我们有一个亲子团 里面有一百多个孩子 我们带孩子去海边 我们去看那个 山元湾北边 那个沙滩上 然后我们带他们去看饭店 我们听刺痛部落的人 讲美丽湾 怎么去破坏这个海滩 我们带孩子去成功的河里面 我们带孩子去林道里面去走 然后我们很多孩子 也反对美丽湾 他们说 我们不是台东人 你们觉得这样对吗 对 在海滩上 我们看过非常多的生物 里面其实我们荒野伙伴 在南边加入的那个地方 有一直在长期做调查 然后那里面有非常多的生物 然后山元湾的北边南边 也都有很多的生物 里面有鸡猪 也有螃蟹 海里面也有很多珊瑚礁 可是 这些人 这些生物不能讲话 他们都反对美丽湾 可是 他们也不能说是台东人 对 他们都说 我们不是台东人 我有很多朋友 一直来台东找我们 包括我在陆野 有很多移民 有的来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他们都落脚在这里 因为他们喜欢台东 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有很多朋友 会来拜访我们 他们在台东消费 他们住在这里 然后他们会来拜访我们 住在一些民宿等等 然后呢 他们也很多人 都是反对美丽湾 可是这些人 在这边消费台东的很多 对面的一些朋友 县政府却说 这些人不是台东人 当然他们不是台东人 可是他们支持了台东的发展 就是这样的人 支持台东的发展 然后呢 他们说 有一天呢 刚中午来的时候 我们在这边准备 那时候对面已经来了很多人 我们这边只有一些人 大概才三四十个到五十几个 我就很担心 想说台东人到底会不会站出来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不用担心 因为来了很多人 而我们都不是被动员的 我们都不是为了那一点帽子 为了那一个便当 我们这每一条毛巾 都要自己捐款才能换得到 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台东人 然后政府 现在政府说 我们要经济 只要靠大半店才有办法 真的吗 大家想想看 铁花村才几年 来了多少人 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知道 铁花村在那里 他们知道有个音乐市集 有一个农夫自然的市集在那边 这样子有靠一个大饭店吗 没有 我家离池上很近 那边有个万安村 他们做了很多社区发展的事情 也有很多观光客到那边 他们有靠一个大饭店吗 没有 都兰 有很多的外地人 非常喜欢都兰 到糖厂去 他们会去靠一个大饭店吗 也没有 对 然后美丽湾的沙滩上 在今年几次反对的音乐会里面 都来了上千人 好几百人 想想看 这样一个音乐会 这些外地人来这边 都不是在 都在促进这边的消费 难道 我要说什么 对 他们也不是靠一个大饭店 对不对 他们就靠一片美丽的沙滩 还有大家知道 南山有个森林博物馆 在那边 他们也没有靠一个大饭店 一样在这几年上一周还有写他们带来好几万人来参观 有靠一个大饭店吗 没有 台东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 有很多很在地的东西 只要建政府 各地方的政府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一些小团体 小的地方团体 然后小的一些地方企业 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不会是没有机会的 为什么外地人想搭来台东 我很多朋友来台东都觉得你们台东人真好 打开门就是看到山 打开窗户就看到天空的云 这边的云是这么的蓝 天空这么的蓝 云这么的白 跟西部是完全不同 他们来这边是想要住一个大饭店吗 不是 大饭店西部到处都有 为什么要到台东来住 不对嘛 所以台东不可能靠一个大饭店的 然后再讲一个最近的例子 来我住在鹿野 鹿野七年了 鹿野几年前 大概在六年多前 盖了一个大饭店 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大饭店 然后我有注意到 现在那个 护政事务所的人口统计 从我来的时候 九千三四百个人 到我现在只剩下八千五百六个 五千八千五八千六百多个 想想看盖了一个大饭店 有带来就业人口 让人口不外流吗 没有 人口会外流的原因 不是因为 大饭店不在这里 是因为别的理由 因为教育 因为孩子 现在学的不见得是观光业 他可能学的是工业 学的是其他的部分 在这边没有机会 县政府有办法是发展这个 我有朋友 他是学软体的 写软体 他现在就住在班纠 他就靠着网路 他有办法再跟西部通做 这样的工业 这样的产业 也可以在这边发展 县政府都想不到 台东有这么棒的地方 县政府却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最后再讲一个 我对昨天晚上 我去参加这整个行动音乐会的筹备 我在都兰堂场 我代表花约保护协会台东分会过去 那里有四十几个人坐在那边 从五点多一直开会开到 我八点半走的时候 他们还有一堆人在那边写字条 准备讨论很多东西 这些人没有拿一毛钱 全部都是靠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我对他们非常的佩服 请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 如果没有都兰还有东海岸 还有台东很多地方人站出来的话 我们的环境今天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守护 我希望大家 虽然我们也许是中产阶级 也许是老师 也许是公务员 就像我们很多荒野伙伴的身份 可是我们不出来 就会丧失一个机会 告诉县政府 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未来 我们要的是什么 环境 我们要的是一个公平 我们要的是正义 我们要一个真正符合在地需求的一个发展 那这是我今天的心得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李一龙先生 给他掌声鼓励赞 还有他亲爱的伙伴们 爱护东海岸的伙伴们 小心 小心